大家好 我是韋哥 大家應該覺得很奇怪 這次怎麼不是在反骨啊 或者是其他人的頻道看到我 而是在我這個荒廢的韋哥的故事 這個奇怪的頻道 這次是我第一次自己錄東西 也有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因為啊 我平常就是一個比較屬於 將自己置身於度外去完成別人 夢想或別人的東西的 因為在跟別人一起完成的過程中 也許可以找到我的自己一個 開心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開心的事 雖然自己的東西都被放在後面 可能沒有時間去完成 那接下來我要說的一些話 可能不像我平常的風格 可能也不是你所熟悉的那個 反骨吉祥物的尾格 所以如果你覺得無趣啊 或者說好難笑啊 或者說你想要覺得找樂值的 你可以跳到其他頻道 或者說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或者看別人的影片都沒有關係 給大家開心自在就好 因為我這一段影片可能就留給一些 可能想要了解韋哥 或者說對於支持我的那些人 有一個交代說最近我在幹嘛這樣子 嗯好那接下來我要對於這個 相信我們團體最近有一些紛紛勞勞 大家應該也都多多少少有看到啊 像是一些有人說爆料也好 內訓也好啊 或者說什麼被封殺什麼的 眾說紛紛紜啊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 有可能又在做效果了啦 又要充那個什麼觀看數點閱率啊 什麼的 一定又在賣什麼商品這樣 其實這個世界本來就是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不一定是真也不一定是假 大家就是只要你們看了開心就好了 而至於為什麼 我沒有在團體的頻道裡面 跟大家拍一段跟他們一樣自白的影片 或者是互相說對方壞話的影片 因為我是怕說不小心說出的真心話 搞不好會弄假成真 所以我乾脆就沒有拍了這一段影片 老實說在這個社會 不管是在什麼團體 其實有時候就是你要說出真心話的人 反而啊有時候不中聽 有可能被當作一端排擠啊 可能就算說出了那些真心話 可能也被忽視 所以有些真心話其實並不是在什麼時候 都可以這麼自在地說出來 但是我現在還是想要面對一下 自己真實的感受 然後就算沒有被接受也沒有關係 至少我認真面對了自己 我覺得在團體裡面 如果我們的團員的一些付出 提升這些都沒有關係 如果可以讓大家凝聚像心理啊 或者說改變一些自我意識比較重的觀念 思想的話 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的 結果不然大家還是都只想著自己啊 什麼東西都是以我我我 都是以我為出發點 敷衍的敷衍 溺愛的溺愛 想去爽的自己爽 炒才有糖吃嘛 哭哭才有呼呼啊 出事才受重視 失去才總珍惜 不斷地重複倒策啦 要跳懺悔之舞 才是真正的懂得懺悔嘛 不要逼我做選擇 我只是個喜歡表演的孩子 所以為了我 要犧牲掉其他喜歡表演的孩子嗎 這樣對嗎 我也不知道 不過 要君主主義 要個人主義 就自己去吧 要分論 要亂簽約 要拍MV 要顯規 要怎樣 要站中間 還是要啪啪亮亮 要大頭還是不壓頭 都沒有關係 這跟蠟燭已經為大家燃燒得差不多了 可惜只為你們燃燒 卻無法照亮我們彼此的心 這段期間 站站邊邊 睡睡自己 出歌沒份 想搞的藝術沒人理 拍好的影片被刪掉 做好的兵馬俑被丟掉 這些我都覺得甘之如意 因為我很感謝莊董對我的賞識 以及大家可以容忍我這個怪咖 跟我一起努力搞藝術 但是 不是你想的那樣有說有笑 有哭有笑 這些日子 我也找了一些可以取代我的一些怪咖 所以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遺憾的 就是說 算是人至於盡 我就把這些怪咖交給大家 然後希望你們好好的 對待他們 培養他們 一起培養感情 然後接下來的日子 因為人生苦短 我們之前的貢業 我能為大家做的功課也都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自己人生 我也有自己的功課要完成 沒辦法在幫大家做功課的同時 一邊完成我的作業 跟大家所想要做的完成的個人的東西 可能不太一樣 希望大家我們彼此都能夠成長 尊重再見 我爸愛你們 我親愛的團員們 這裡不是美國的DC 可能是日本的HDC 總之這邊可能是荒嬌野嶺 你們不用來找我 我想你們應該也不會來找我 因為我之前車禍也沒有半個人來找我過 也許有一天我會回去 也許不會 那邊可能沒有多人的愛 我要來先在這邊感受一下 動物跟森林的愛了 謝謝你們 再見 新年快樂 第一次關鏡頭 不知道怎麼關